各位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水位控制器 那各位可以看到現在紅燈亮 代表現在沒水 所以我們現在抽水機應該是在轉 那抽水機轉到水位滿的時候 我把這個針頭拿起來 然後把它放到水裡面 各位看看這時候綠燈就會亮了 好綠燈已經亮了 現在綠燈是亮的 各位可以看到右邊這裡綠燈它是亮的 也就是水位滿滿滿抽水抽到滿的時候 綠燈就亮了 那當水你用用用用完了把這個拿起來 沒水啦 紅燈又亮 那紅燈亮的時候代表它這邊有一顆馬達 本來應該自動轉但我還沒有接線 好這裡馬達就會轉了 好馬達現在正在轉了 我現在是用手動開關 但是這個手動開關可以用這一個計電器 我有把計電器裝上去 在這裡我的手指頭指這裡 所以現在這裡的設備有一個三伏特的電池 然後電源接在這裡 那這裡是五伏特的電池 從我們這個M-Bolt 這個應該叫 這個設備就是這個設備 各位看一下 它叫M-Bolt M-Bolt Mini的擴充板 那這擴充板總共有20條線 我這裡都有寫編號 上一個實驗也講過 那它的接線就在這樣一整排 這裡一整排 所以我都有把它編號 好那我再試一次給各位看 現在在沒水位的時候 它數值是三百 三百七十八 這是沒水的時候 數值會越大 這個是從P0接出來的指針 從P0接出來的 然後如果有水的時候 它數值會 下降 下降到現在只有四十一 有水的時候 它數值就下降了 所以代表我們的電腦上 它有濕度的感測 P0它本身有濕度的感測 好 那我們現在看完這個圖以後 我們回到程式 這個就是程式 好程式在這個地方 那各位 我有程式給各位 各位可以試看看這裡 用類比數位讀取 從P0讀取 讀取完了 又有用P1跟P2 P1代表紅燈 P2代表 大概200以下代表霉水 有水 有水它會超過 所以這是P1我接的是紅燈 P1我接的是紅燈 那P2接的是 P2接的是紅燈 P1接的是綠燈 各位把它調一下就知道了 當數值小於200的時候代表是 好 現在只有一油水 那沒水的時候呢 沒水的時候是紅燈 好 所以下面這個P2是紅燈 那P1是綠燈 我們也可以看這張圖 我這邊有一張圖 不是這一個 應該是這一個 好 好在這裡 P1接的是綠燈 P2接的是紅燈 接線很簡單 只有這樣而已 你把P1接 把P0接出來 然後這邊一個綠燈 這邊一個綠燈 當接下來就是水位滿的時候 拿起來就沒有水位的時候 好 這是最簡單的 好 最簡單的各位只要嘗試著這樣子做 應該可以成功 那我下面又用比較複雜的 比較複雜的 的說法 如果各位這樣直接可以成功 就接這樣的線 看啦 接完了又有這個程式 有這個程式 程式各位照這樣寫 然後你設計一個影棒 設計一個影棒 好在這裡 我用回文針做影棒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有回文針 那現在回文針另外一字在這裡 現在是沒有水的時候 上面的數字是 440 405 沒水的時候數值比較高 那有水的時候數值比較低 有水的時候只剩下31 那他是用誰來測的 他是用這個來測的 用這個P10 所以接線的時候請各位務必這樣接 好 這個P這個P0來做測試棒 然後讀取數據 然後這個P1跟P2 一個是紅燈一個綠燈 紅燈代表沒水了 馬達要轉 那P1代表水已經有了 好用到沒水 誰抽完的時候紅燈又亮了 那現在我們這邊的指示燈 目前是有水 因為兩根棒都在水面裡面 各位看 兩根棒都在水裡面 白色黑色都在水裡面 所以這時候亮的是綠燈 各位沒看到現在亮的是綠燈 在這裡 當我把一雷燈抽 慢慢用水用水 這樣用水用水 快沒有了快沒有了 沒有了紅燈就亮了 沒有的時候紅燈會亮 好 各位也可以這樣設計 去觀察 這個數字的變化 沒水的時候300多 油水的時候大概用200座界線 我寫程式也是用200座界線 各位可以看到我用200座界線 所以程式非常簡單 這邊有暫停500卡毫秒 就0.5秒 那畫面上的設備我再講一下 這裡呢 這裡是一個電池 三幅度的電池要來提供這個馬達 那按起來以後 訊號一來的時候 接到紅燈的時候 它應該是要亮 馬達在轉了 各位我看到馬達在轉了 好馬達在轉了 那我還沒有接出來 這個可以讓各位去嘗試著完成 那其實這裡還有一個計電器 那這個計電器我也沒有接 計電器我也沒有接 好那現在 我們再回答看這個程式 好以上就是我跟各位所做的簡要說明 我等一下還有一個比較詳盡的 如果各位要看的話 可以看等一下比較詳盡的說明 整個程式的原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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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